那有第一次从六岁开始第一次打乒乓球的自己 然后参加选秀的自己 出道的自己 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 所以就是通过这本音乐日记可以走进我的独家记忆 了解 因为你刚刚讲到六岁就开始写日记 所以现在那个日记累积到现在应该已经有一座山这么高了 对对对 就是我买的是那种就是今年就是像万年历的那种感觉 每一天然后写进去 哦 所以粉丝朋友们要想不想看他的日记 我们现在来过三次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选秀就选择了在台湾比赛 参加那个超级星光大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来说 嗯 就是我第一次正规的出席活动 哇哦 之前只是说去来录唱片啊 或者是拍FMV啊 都是这种工作 但是展现在大家面前这一次是次 然后我觉得我从小也一直做公益的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 那第一次就选择了在台湾做活动就选择公益的这个慈善大使 所以我觉得还是我自己很开心很满意 也希望大家可以做自己 就是 她说我很满意 她说我很满意 对 我用了我的洪荒之力啊 我又用了洪荒之力 用了洪荒之力来做爱心 哦 刚刚婆婆有讲到她现在 就是生活还可以 就是家庭条件还可以 家庭条件好 但是呢 因为我身边有好多需要帮助的人 是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当时打拼包球的时候有一个队友 他就是家庭就是比较弱势 对 就是可能需要别人帮忙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 哦 就是因为可能是家庭条件的原因 然后想放弃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说我们要做了一个集资的活动 是 就是一人给他捐多少钱 然后让他去继续追求梦想 所以是班上的同学跟学校的同学一起大家集资就对 对对对对 然后就让他坚持去打球 所以现在他也进到了国家队 哦 他也是国家队 所以他以后拿到奖金有没有答应要分你一班 因为如果没有 就可以跟他好好聊一会 对 我以为是只要打赢我 这一顿我出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 就是看到他成长 我们觉得还是很很 就是就感觉像家长一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自己是吃什么 他说你来了之后就不在台北 因为在桃园 对 在桃园 对对对对 你回去的时候也可以不在台北 对 所以所以我希望可以去到其他的城市去玩一下 哦 那有没有想吃什么 因为台湾的食物好吃 你有没有想念什么食物 我之前都吃了一些像夜市的一些小吃 对 所以我听说有一个是那种在一个桶子里的鸡 那个叫什么 哦 桶仔鸡 啊 对 我很想去试一试这个东西 还有上次我 还有上次我去那个夜市要排很长的队友 就叫什么 什么椒饼 胡椒饼 哦 胡椒饼啊 然后喝夜市 对对对 你想去试一试 哦 好 好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台湾的好吃真的很多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的话 我相信爱护你的粉丝朋友 应该会全部都买好一半 然后放在那个饭店房间里 所以你们愿意带我去玩吗 哇 你们帮我的导游好不好 那麻烦大家先把它灭口 现在透露了之后你还会去吗 我会 我那天没有来的话 我罚买一百张专辑 哇 但是这一次发一批 没有 但是这一次是一批 但是你这样说话我很生气的 为什么惩罚是买我的专辑的 不是 买我的专辑应该是享受啊 对不对 好 我每天听一百次 对 惩罚你是你听不到我这张专辑才叫惩罚你 你知道其实我真的买不到 你知道吗 我也听说了 好像说唱片好像没有 大家都买不到 真的 对 我刚才其实也要说想去买 他们说已经买不到了 所以我才讲这样的话 不用客气